说起的孕,相信99%的人,首先想到的就是女性被孕,其实这种想法是绝对片面的,孕育一个健康宝宝,不仅仅需要妻子的身体健康,老公的身体同样重要,因为是优良的种子,才能培育出品质高的幼苗。 男人被孕最重要的就是提早精子质量,为优生牛育打好基础,对于育龄男子而言,想要当爸爸,精子的数量还有质量相当的重要,因此,男性朋友应该在日常生活中,避免以下八种伤害精子的行为。 一,吸烟,在现实生活中,大多数男人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,几乎每个男人每天都这样做,很多男性都喜欢在无聊或者压力大的时候,出一支烟来释放自己的身体,吸烟同许多健康隐患相关联,其中包括伤筋,一支香烟可产生200毫升的有毒气体。 这些有毒气体包括尼古丁、烟饮、胶油、亚小阿奈、易氧化碳等等,这些物质使精子活力降低,因此进行率升高。 多年来,多个研究发现烟引大的男子,其精子数量和质量出问题的几率更大。 还有研究显示,吸烟甚至会对精子的染色体造成负面影响。 这也为公共场所戒烟政策的推广提供了很强的理由。 二续酒,抽烟喝酒是很多男性的必修之路,饮酒对我们的健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。 尤其是对男性,酒精不见会伤肝,伤害前略险,还会引起性腺中毒,损害高丸间质细胞,抑制高酮合成,导致血清高酮水平偏低。 一,早晨精子活力积数量下降,畸形率增高,有研究表明只要是中等程度以上的酗酒,就会对精子产生影响。 三,熬夜。 在生活中,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,所以很多男人都有熬夜的习惯,尤其前段时间是结杯白热化阶段。 好多男性喜欢熬夜看球或者是吃饭玩,这样做就导致劳累了一天的身体,不能及时得到休息,如果一个人晚上不能正常休息,那么就会产生相对较少的精子。 因此熬夜对男性精子质量,是一个很大的隐患。 另外,熬夜导致每天睡眠不足,白天就得在高家下工作和生活,这很容易导致渗虚。 所以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,男性必须尽量减少在熬夜的习惯。 四,久坐,很多男性上板足,由于工作的关系,经常是一坐就是一整天的时间,再加上晚上下板,所以很多的男人,就会由于久坐导致的阴谋部位,受到了很大的压迫,从而使得高丸附近的血管受到了阻碍。 而且长期久坐,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会使得他们阴谋部位的温度升高,从而导致发生一系列的炎症,对于精子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。 所以久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伤害是十分巨大的。 所以,即使是在工作的时候,也应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一下。 五,高温,高温是最早就被证明是影响阴子生产的关键因素之一。 我们都知道阴子发生极成熟的最佳温度是34,36度,比人的体温37度要低一,两度,而当今好多男性朋友都喜欢穿紧身裤,牛仔裤等透气差的裤子。 还爱泡温泉,蒸桑郎,又有翘二郎腿的习惯,这些蒸蛋行为,都会影响小蝌蚪的生长发育。 六,手银,人们常说,一滴金石滴血,经常手银会损害人体的活力,而导致甚是甚亏,经常手银对自身健康危害很大,会给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。 过于平凡的手银,可引起尿道炎,前列腺炎,经脑炎,性神经疲劳,阳瘾,博体不坚,习惯性早歇等。 如果手银过度,或早进行性生活,既能导致阳瘾,也能使每次射精所含精子量变少。 七,禁欲 其实,对于那些备孕的夫妻来说,大家都知道,如果选择在排卵期同房的话,那么受孕的几率会更高一些。 所以,有很多的备孕夫妻在平时的时候选择禁欲,等到排卵期的时候再同房。 其实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去一时间过长,就会导致男性的精子在生殖器官内残留时间过长,从而影响精子的数量和活性,导致精子的存活率比较低,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女人的受孕。 八,压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,男人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,都是特别大的,所以就很有可能会给男人的生力和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,使得很多人都处于要健康的状态之中,精神过于紧张,压力太大,这样的状态就严重影响了男性精子的数量和质量。 再严重的话,还有可能会导致精子出现畸形的情况,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,身为一个男性,就一定要注意自己而身体状态,而且应该及时的改正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,避免给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损伤。 这是现代许多男性精子,不健康,最主要的心理因素,如果因心情郁闷,情绪长期不稳定,可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的功能,使高癌神经功能发生紊乱,严重折合至婚后不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